Hello大家好,朱春奧 根據統計局資料顯示 最新一期澳門整體住宅樓價指數是247.2 交上期跌了1% 而去年全年整體住宅樓價平均指數254 按年跌了4.8% 5%也不夠,跌得不太多 現貨樓花指數分別跌5.3%和0.1% 隨著內地廣澳地區出入境限制放寬 1月8日以來訪澳旅客當然持續回升 中原澳門說受利好氣氛大動被疫情壓抑的購買力近日釋放 不知道是不是 大動住宅成交回升 2月成交預料重上500宗 首季或突破1200宗 預測同比升4.3% 他們預料未來3個月是釋放需求的高峰期 而業主的叫價普遍高漲5% 但當第二季消化壓抑需求後 他們估計住宅成交將會回落 中原說過去3年澳門居民普遍身家縮水 即使市況回暖 仍需一段時間累積財富和購買力 加上外圍經濟環境較動盪 面對挑戰仍然不少 預計第二季過後 過去3年購買力釋放完畢 成交量將會回落 故此雖然近期市場氣氛改善 但新購買力不足 不宜過度樂觀 樓價方面 整體樓市叫價普遍升5%左右 有少量封盤或大幅加價的個案 但比預期少 認為業主近日加價情況尚算黑仔 大家都不會過度樂觀 而首次買家 以及775萬元 即800萬澳門元以下的住宅 仍然是成交火車頭 情況預料持續到年底 從中長期看第二季後 受利好氣氛大陸的短期成交回升情況 將會放緩 樓市真正復甦可能最快要到明年 長遠就較看好大單位 你們認為呢? 好,這一集先看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的數片 未截圖二為馬 待會大家記得